这个主题来介绍 溶度跟接触面积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一般而言 溶度大 接触面积越大 都会使反应速率加快 而溶度跟反应速率 会有一个定量的关系 而我们一般的化学反应有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云向反应 还有非云向反应 我们看这里什么叫云向反应 反应物跟催化剂如果发生在单一项中 各个反应物或者有加催化剂 都发生在单一项中的反应 这个项通常是指气象或者异项 我们看这两个例子 水溶液的酸跟水溶液的碱 酸碱中和会产生异态的水 反应物在同一项 或者气象的异氧化氮 或者气象的氧气产生二氧化氮 反应物也在同一项 在云向反应中如果依照碰撞学说 反应物的溶度如果越高 总碰撞次数就频率就会增加 所以有效碰撞机会就会变多 所以反应就会变快 举个例子哦 比如说我们四瘦的过氧化氫 就是受氧水容易 四瘦的大概只有溶度1M而已 所以它的溶度比较低 分解速率非常慢 因为受氧水会分解成氧气还有义态的水 那如果纯的话 浓度可以达到40M 这个分解反应就会非常快速哦 甚至会发生爆炸 或者说线箱把它丢到纯氧中燃烧 会比在空气中燃烧还要剧烈 再举个例子哦 像我们把芯片丢到酸性浓液当中 如果酸的浓度比较大的时候 代表氢离子浓度也比较大 所以反应会产生氢气 冒泡的速率就会比较快 好这边有个重点哦 但是浓度对反应速率影响的程度 我们必须有实验的结果来推测 这个结果就是速率定律式 讨论反应速率跟浓度的定量关系 第三点增加浓度的方法 我们分成异项跟气象来讨论 如果在异项当中 那我们可以加入更多的反应物 或者也可以反应物的量不变 但是减少容计的量 那如果在气象中的话 我们分成在定容还有定量的时候 把体积固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增加气体的量 使它压力变大 增加气体的量 就是增加气体的分子数 那如果在定量下 把气体的质量 气体的粒子数把它固定 那我们可以压缩体积 使体积变小 可以增加碰撞频率 这个体积是指容器的体积 不是气体本身的体积 再来我们来讨论非云项反应 物质的反应是在不同的项之间进行 所以反应速率跟反应物的溶度关系不大 而跟接触面积关系会比较大 我们画一下 各个反应物或者催化剂 发生在两种或以上不同的项态中反应 我们看第一个例子 固体的心跟酸性水容易 不同的项发生反应产生氢气 这叫非云项反应 所以我们如果放一整颗心力 或者把心磨成粉末状 粉末状的时候反应会比较快 这个一样固态的美 跟气态的氧气非云项反应氧化产生氧化煤 再来固态的碳酸钙跟Cm酸水容易产生了二氧化碳 你看这两个不同项 所以碳酸钙如果变粉末状的时候 增加接触面积反应就会变快 我们看第二点 依照碰撞学说 必须碰撞才可能发生化学反应 所以如果是非云项反应的时候 反应物必须要接触 才可以发生反应 所以增加接触面积 可以使反应速率变大 所以在非云项反应 速率跟溶度关系不大 而跟接触面积关系会比较大 第三点 增加接触面积的方法 就是把整个固体颗粒 让它体积变小 就磨成粉末状 所以一般而言 反应速率跟